Hello 大家ActionR已经销售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经过长期的使用下来我是很喜欢这款设备的 因为画质比GoPro锐利 颜色也会好看很多 默认色彩模式下画面也不会太过于艳丽 所以除了运动之外 我也会用它来拍摄一些Vlog的素材 而在这个时候你就必须购买一些配件来辅助它的使用 那我们开始首先老规矩弹幕牵到走一波 首先太迅这个品牌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了解 他们是一家专门做这个相机类配件的厂商 在我和他们合作之前 我在北美的Amazon或者是一些数码产品的商店就已经看到过 特别是当时他们为GoPro出的一款水面罩 那可以用来拍摄一半水上一半水下的视频或者是照片 都十分有创意和经验 后来我才了解到原来太迅是国产品牌 那么对于大疆ActionR 这次他们带来了三款配件让我体验 分别是 吐龙 防水壳 还有这个 充电底座 那怎么讲 ActionR的完全体是需要靠他们来实现的 那我们依次来介绍 首先是兔龙 当然全金属是必须的 那么相信购买了大家用ActionR的朋友们一定知道 如果你用运动相机来拍摄vlog 想取得比如暗光下最优的拍摄画质以及收音效果 你就必须要添加麦克风和补光灯 而本身 运动相机的机身上是没有这些接口的 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兔龙的加持 而我为什么推荐你们使用太迅的这款兔龙呢 首先它的左右两边都配备了冷靴接口 那所以可以同时满足你在上面安装麦克风以及 补光灯的需求 小孩才做选择题对吧 那成年人我们全部都要 其次在兔龙的开孔上它一共采用了四个四分之一的裸孔 所以当你需要将你的ActionR安装在三脚架上 不论是横着竖着它都能够满足你的需求 最后在兔龙的底部 它是有这个GoPro等 移众相机的这个接口的 那么举着它来记录展示你的生活是不是很方便呢 那么在便捷的基础上同时也解决了补光和收音的问题 第二个配件是充电底座 我觉得大家ActionR是一款非常好的运动相机 那特别是在这个模块化的设计上 但是使用这么几个月下来我发现一个不是很方便的问题 就是出现在充电上 因为如果你不把相机模块连接在 萤幕拓展模块或者是电池模块上 本身上面的相机模块单独它是没有充电接口的 那因为拍摄需要 我很多时候会选择拍摄第一人称视角的视频 那么我就会将相机的部分的这个模块取下来单独使用 因为它非常的小巧便捷 那利用它配备的这个挂绳吸附在衣服上就好了 而问题来了 因为我会在Vlog和第一视角中间这样切换来拍摄 如果我一旦忘了带下面的萤幕模块 我就没有办法给相机充电 这个就很尴尬 但是这个时候我拿到了这个泰逊的充电底座这个配件 那因为除了第一人称视角外 我会将它连接在我的小自拍杆上做这个Vlog拍摄 而我将这款充电底座连接在自拍杆上 我就再也不取下来了 即使没有荧幕或者是电池模块 我也能随时可以给这个Action 2充电 那么第三个配件就是防水壳 大家知道对于大疆的Action 2 虽说它是运动相机没错 但是防水的部分其实只有上面的这个相机模组 而本身的荧幕拓展模块或者是电池模块是不防水的 而在出去旅行比如说你下水的时候 如果想自拍那没有荧幕拓展模块的话使用起来就会很不方便 而荧幕模块以及电池模块还可以给你带来更多的电量 所以这种时候出海的情况你又不得不带上它们 但是相机的裸机防水和GoPro一样是水下10米 如果你想下潜更深 或者搭配荧幕模块或者是电池模块来使用就一定需要防水壳 而泰迅的这个防水壳提供了最深水下60米的这个防水保护 那么在顶部和侧面它也为你留出了按键的位置 是不是很好用呢 那么以上就是关于这个大疆Action 2的三款配件的推荐 希望你们会喜欢 那也希望对你在这个Action 2的使用上面会起到一点点的帮助 我是靖 那如果喜欢这期节目别忘了一键三连 这是对我频道最大的帮助 那你也可以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我们下次见